香港战中运动进入到第25天 那么在星期二晚上与政府官员举行了备受瞩目的对话以后呢 香港学联决定要持续抗争 各界对于这场双方首次的对话到底有什么样的反应 香港的政治僵局能不能够化解呢 我们下面为您立刻连线 人在京中现场的美国经纪者海燕 请海燕来报道星期三一整天的情况 海燕你好 你好 是 海燕我们知道经过了一天的沉淀以后 到底在香港各界对于星期二晚上的这场对话 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对 首先建制派的40多位立法会议员 今天发表了一个联署声明 他们要求占领者能够离开占据区 另外他们认为政府在昨天晚上的对话中展现了诚意 希望占领者 学生还有市民 能够理性地参与跟政府 即将设立的这个多方平台进行对话 另外呢 几位大学的校长 包括中大的校长 还有科大的校长 都对昨天政府跟学联的代表展开第一轮的会谈 就是对话呢 表示欢迎 认为希望呢 以后能有多轮的双方的对话 另外呢 当然 港府昨天深夜呢 也发表声明 认为跟学联的这个对话呢 是坦诚和有意义的 而且 但是呢 同时表示 对学联呢 认为政府没有提出具体的这个方案呢 或者是不接受政府提出的四点回应呢 表示失望 当然了 这个学联他们主要是认为 政府提出的四点 尤其是包括向港澳办提供民情报告 和设立这个多方平台呢 它的着重点都是在2017年以后的政治发展 没有涉及2017年 所以呢 他们认为政府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案 还有 或者是一个时间表 解决目前紧迫的这个政治困局 也是战争 是 我们知道双方仍然有很大的分歧存在 那么就在战争运动看来 还要持续下去的同时 我们知道今天在旺角又传出了 有战争与反战争人士之间爆发了冲突 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情况 对 从中午12点左右起 就是有陆续不断的一些反战中的人士 先有就是保卫香港联盟的十几个亲中的人士 他们到这个旺角去踩场 双方发生一些口角和争执 另外三点多的时候 由这个敌视工会出面 因为他们拿着星期一晚上 从高等法院获得的临时禁制令 还有律师以及其他人士到场 还有他们派了一个叫插斗车 就是有吊车 还有这个后头有车斗 完了把一些路障呢 自行的这个拆走 中间呢有一些占领人士呢 试图阻拦他们 所以呢双方发生一些 就是短暂的这个对峙 完了呢警方呢 到场呢 基本上把双方分开 陆陆续续呢 到下午傍晚的时候 还有一些十几个人 他是他们认为是自发的 一些市民呢 也到场拆了一些路障 双方也发生一些对峙 是 那么海燕看来是没有太大的 这个人员伤亡的报告传出 那么最后我们还有30秒左右时间 跟我们谈一谈 就在学联宣布 持续抗争的同时 也有不少人担心 到底香港的这场政治僵局 还会持续多久 战中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他们接下来的计划 到底是什么呢 对 从昨天开始 他们学联今天要开会进行讨论 昨天我在采访 战中发起人之一的 陈建民教授的时候 他有说要对政府 提出的这个民情报告 还有这个多方会的对话平台 要具体的详细性详细的了解 而且他们要跟不同的团体 还有包括占领的示威者 进行沟通 听取他们的意见 然后决定未来 如何采取什么行动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 在香港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 辛苦了 美国之音也将持续为您报道 来自香港的最新消息 请您锁定VOA 卫视新闻 或者可以登入美国精中文网 查看我们的及时报道 网址是VOACHINESE.CO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